东汉末年的政治腐败是曹操做不了能臣 接下来的天下大乱又让他面临新的选择 身处乱世是高权性命还是倾身而出 如果要有所作为是做英雄还是做萧雄 或者是做奸雄 曹操该怎么做又是怎么做的 一中天拼三国之何去何从即将播出 敬请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能臣之路径当中 一中天先生从曹操到底是智世之能臣 还是乱世之奸雄展开了多方位的分析 在一中天先生看来 曹操本来的志向是想做一个智世之能臣 可是在那个乱世年代随着中央政权失控 军阀割据一方 曹操的能臣之路肯定是走不下去了 这时他的人生道理就面临着新的选择 那么曹操的选择是做什么呢 厦门大学一中天教授将从当代视角为我们精彩品读三国 何去何从 我们知道曹操再一次被朝廷召回来的时候 林帝已经死了 林帝死了以后朝局大乱 董卓入京 把持了朝政 董卓入京以后呢 他也很明白一个道理 他自己带来的那个西北军 那是一群土匪 搞破坏可以 搞建设是不行的 要搞建设 要得天下 还得依靠东汉王朝原来的那些官员和将领 董卓呢 他也拉拢人才 其中就包括曹操 董卓任命曹操为 萧綦教尉 这个时候曹操的政治远见 政治敏锐和政治眼光就表现出来了 曹操一眼就看穿了 追随董卓的结果只能是祸国殃民和自取灭亡 于是曹操就从京城里逃了出来 准备逃回老家 曹操走到城流 城流就在现在开封市的东南面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他在这个地方停下来了 为什么呢 他得到了城流一个叫未知的人的赞助 这个未知呢 大概是家里很有钱的 赞助了曹操一大笔钱财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历来了不太被人注意 就是三国时代的那些英雄 比方说曹操 比方说刘备 他们能够起兵 能够成为一方诸侯 都是得到财团赞助的 而且这个地方财团通过资助 他们认为的英雄人物来参与政治 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政治传统 那么曹操得到了未知的赞助以后 就在当地招兵买马 最后呢 公开打出旗号 要成立义军 讨伐董卓 这是曹操成为乱世英雄 做的第一件事情 守畅义兵 曹操的这个 畅议 得到了天下英雄的 响应 各路诸侯 各路豪杰 纷纷起兵 举起一旗 要讨伐董卓 匡复汉士 公元一百九十年 后将军元树 冀州墓 韩复 豫州四史孔咒 眼州四史刘代 河内太守王匡 渤海太守袁绍 陈流太守张辽 东郡太守乔茂 山阳太守袁浅 冀北向报姓 同时起兵 组成联军 并攻推 袁绍为盟 这支军队 由于他们的驻地 都在韩古关以东 因此被称为 关东义军 也叫关东联军 简称关东军 而董卓的部队 则叫做西北军 曹操 被关东联军的盟主袁绍 任命为奋武将军 曹操欣然接受了 奋武将军的称号 因为据义中天先生分析 曹操从公元174年出山 到公元189年起兵 他一直是想做能臣的 这次曹操接受这个称号 本来是想为国家 为民族做点大事 可是就在他准备 为实现自己的理想 而赴唐蹈火的时候 却感到了报国无门 那么曹操究竟看到了什么 而是他如此失望 首先是关东军的盟主 首领袁绍 徒有其表 袁绍这个人被推为盟主 也是有道理的 第一 袁绍出身高贵 他的家族号称四氏三公 什么叫四氏三公呢 就是他这个家族有四代人 连续地担任了三公的职务 我们知道在汉代三公这个职务的地位是很高的 仅次于皇帝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袁家一年四代人 那就袁绍以上 太祖 高祖 祖 父 这四辈都有出任这样官职的人 那在官场上是炙手可热的显赫家族 第二 袁绍仁自己 一表人才 长得非常漂亮 聪明能 灵力能说会道 也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和当时的名流四代夫都有来往 更重要的是 袁绍因为反对董卓 而声明大正 董卓进京以后呢 就琢磨着换皇帝 他要废掉当时的皇帝以流变 立成流王流邪为帝 因此呢 找袁绍来商量 为什么要找袁绍商量呢 因为袁绍的叔叔 当时是太父 于是董卓就想让袁绍传话给 他的叔叔 请他叔叔来支持一下这个事情 当场遭到袁绍的拒绝 你说皇帝怎么能随便换呢 皇帝就是你换的吗 这个董卓 这个土匪 勃然大怒 就骂袁绍 臭小子 数字 天下的事 难道不是我说了算吗 你以为我董卓的刀不快吗 当时袁绍是军官 按照制度军官开会呢 是可以带刀的 那董卓把刀拔出来这么一骂 袁绍刷一把刀拔出来 一把横过来 横在胸前 刀刃对外 刀背对内 说天底下难道只有董大人的刀是快递吗 然后后退 退出会场 连夜逃出精神 那么这件事情呢 裴松之在给三国志做注的时候 认为这不是事实 三国志的记录了也不是这样的 三国志的记录是袁绍 对这个董卓说 那我回去跟叔叔说说 然后就跑掉了 那反正袁绍呢 是确实是反对了董卓的 这个是事实 所以让他来做这个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的盟主呢 还是有道理的 但是袁绍这个人没有政治头脑 董卓是怎么入京的 就是他袁绍弄来的 因为当时 汉灵帝去世以后 世人集团和宦官集团在一个问题上发生冲突 就是谁来做下一任的皇帝 汉灵帝呢 是享地留邪的 就小儿子 而且把这个事情呢 交代给了当时西元八军的上军教尉简硕 而刘变是汉灵帝的皇后 和皇后所生 和皇后当然希望是他的儿子来当皇帝 而和皇后的哥哥呢 就是当时的大将军和季 大将军呢 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三公那个时候已经是名誉之物了 长十权的是大将军 所以这两个集团就为这个事情打僵起来 那么第一回合 世人集团取胜 这个上军教尉简硕被和静杀掉 和静接管了上军 这个时候袁绍就对和静出一个主意 说既然如此 我们趁胜追击 把所有的太监统统杀给一干二净 从此天下太平 这个和静是有点动心的 因为和静是什么出生的 屠夫 本来就是个杀猪的 但是和静的妹妹和太后不同意 和太后为什么不同意呢 因为当年和太后毒杀了流邪的生母王美人 就是那个小儿子是一个叫王美人的 这么一个级别地位比较低的女人生的 生了以后和太后就送了一杯酒 给王美人喝 王美人喝了就死了 汉陵帝勃然大怒要废皇后 是宦官们跪下来求情 才保住了和太后的皇后地位 作为和太后呢 就不愿意对太监下手 这时候元少又给和静出了一个主意 说那就请董卓进军 让董卓来吓唬一下和太后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收主意 老百姓都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 何况你请来的还是凶神 这个事情当时曹操得到消息以后 哈哈大笑 曹操是非常喜欢笑的 曹操 哎呀 犯得着吗 不就是几个太监吗 几个宦官 太监和宦官为什么能够得势 那是皇上宠信他们 皇上不宠信他们 他们能怎么样 当然不错了 有几个太监是很坏的 是要整治整治的 派一个刑事警察去就够了 何必纷纷遭外降乎 那我们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曹操和袁绍这两个人的政治水平吗 这曹操的观点很简单 杀鸡烟用牛刀 何况这把刀还不在你的手上 兵者凶器也 刀是不能随便出鞘的 刀出鞘就要见血 没有鸡杀就要杀牛 何敬元绍就是该着被杀的 酱牛 蠢牛 结果怎么样呢 董卓还没有进京 何敬就先被太监杀了 那么何敬被太监杀了以后 袁绍再带着军队打过去 再去杀太监 杀得一塌糊涂以后 董卓这个狼就来了 再来杀他们 尸体 政治斗争 是要先下手为强 那不等于到处树敌啊 最严重的打击 只能施于最顽固和最凶残的敌人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 团结大多数 打击一小撮 守恶必半 斜从不问 你怎么能把太监通通杀光呢 再说太监里面也有好人嘛 但是袁绍是怎么杀的呢 袁绍下一道命令 凡是没长胡子的就杀 弄得洛阳城里面 那些还没来得及 长出胡子来的小伙子 建了袁绍的军队就脱裤子 艳明正深 所以曹操说 我遇见他一定会失败 这盟主是这样的一个人 其他的人呢 也不咋定 比方说那个孔咒 是个夸夸其谈的 史书上的说法呢 说他是虚枯吹声 什么叫虚枯吹声呢 就是能把死的说成活的 能把活的说成死的 反正是特能说 可惜不能干 有比方说 祭祖墓韩复 那是个没主意的 当时乔帽写信给韩复 说曹操那边已经起了义兵 我们也准备起义兵 大家联合起来去对付董卓 一封信写到韩复这里 韩复居然拿出来问大家说 哎呀你看 这个董卓和袁绍啊 他们要打起来了 我们是帮董卓啊 还是帮袁绍啊 居然问这样的问题 结果他手下一个谋士 叫做刘子慧的 马上就顶回去说 我们起兵是为了国家 怎么要问 是为了袁绍 还是董卓啊 一句话说的这个 韩复满脸通红 那无为之奈何 那刘子慧就跟他出个主意说 暗兵不动 兵者凶器也不可为首 做人呢 不要为天下先 枪打出头鸟呢 出头的船子先暗的 我们看看人家怎么样 人家动 咱也动 人家不动 咱也不动 看似刘子慧也不咋地 这话的韩复他听进去了 因为韩复呢 他最怕的是丢地盘 因为韩复是在冀州啊 这个冀州这个地方 是很富庶的当时 据说冀州当时的这个粮食 足够吃十年的 所以韩复呢 最怕人家来抢他的地盘 尤其是怕袁绍 袁绍从这个京城里逃出来的时候 董卓准备是要追杀袁绍的 这个时候京城里面有几位民事跟袁绍 关系很好 就去劝董卓 说大人啊 不要这样 这个袁绍呢 他是个年轻人 他不懂事 他不识大体 一不小心得罪了领导人家 他又害怕 他当然要跑嘛 没有别的意思 但是袁氏家族的四氏三公 门声顾力变天下 林不如任命他做一个太守 他必然感恩戴德 那袁绍如果对董大人林感恩戴德 那么太行山以东不都是阁下的了吗 董卓说这有道理 好 任命他做渤海太守 那就任命袁绍做渤海太守 袁绍当时逃出来以后逃到哪 逃到记中 韩复马上就紧张了 袁绍来了还是渤海太守 怎么办呢 抢我地盘来了 韩复马上派兵把袁绍看起来 直到最后关东联军成立 袁绍当了盟主 韩复才把袁绍放出去让他行动 韩复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 你说他怎么会去打头阵 其他人呢 也差不多 他们虽然组织了一支联军 谁也不愿意冲锋见证 都在观望 曹操看不下去了 曹操对他们说了这样的话 举异兵以诸暴乱 大众以和诸军何以 就是我们成立这样子异军 而且已经联合起来了 你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而且曹操跟大家说 现在是消灭董卓最好的时候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董卓已经把洛阳城烧了 然后把皇上西迁到长安 曹操说呀 如果过去 董卓还在洛阳京城的时候 手上有皇上 我们去打他 不大讲的过去 但是他现在已经把我们的首都都烧毁了 把皇上都劫持了 按现在的话说 那就可以定位为恐怖组织了 已经天下震动了 不得人心了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跟他决一死战 一战而天下可定 但是没有人听他的 曹操说好不好 你们不打我自己去吧 自己带了一支部队 西进 那这个时候只有张淼 表示同情 派了一支小部队 也随着曹操 西进 但是这个时候的曹操实力是非常的弱小 根本不是董卓那个西北军的对手 一个一败涂地 曹操自己本人差一点阵亡 是他的堂弟曹洪 把马让给曹操 曹操才逃出来 当时最紧急的时候曹洪跟曹操说了 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 不能没有哥哥你 骑上我的马 走吧 曹操才逃回了他们的大本营 大本营在酸澡 等曹操带着医生的尘土 医生的血污 回到酸澡大营的时候 看见大营里面的各路诸侯在干什么呢 日治酒高会 不图进去 也就是说整天都在开派对 泡酒吧 打电子游戏 曹操实在是忍无可忍 说国家民族已经到了这个份上 你们还居然天天都在喝酒 曹操悲愤的说 金兵已异动 质疑而不尽 是天下之望 窃尾诸君 此之 我为你们这些人感到迟路 还是没有人听他的 曹操再一次感到了 报国无门 曹操为什么再一次会感到报国无门 因为曹操已经看出 当时那些割据义方的诸侯 都是一些自私自利 胆小怕事 无所作为的人 东汉王朝已经不可救药 天下大乱 已不可逆转 即使不乱 腐朽的朝廷和官场也不需要什么志士之能臣 所以曹操不得不重新选择他的人生道路 那么曹操最后选择那条什么路呢 曹操的选择 曹操的选择 是自己干 实际上 对曹操人生道路的选择的选项的历来是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许少说的 志士之能臣 乱士之奸雄 另一种说法的 鉴于事说心语 据说是乔玄说的 说法是 乱士之英雄 志士之奸贼 所以当曹操处于乱士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两个选项的 一个是英雄 一个是奸雄 但是我认为至少从公元一百九十年 到公元两百年这十年当中 曹操不愧为乱士之英雄 因为只有曹操才用自己的 微弱的异己之躯 担负起天下的亲王 如果说还有人的话 那就是孙权的父亲孙坚 但是孙坚的谋略 显然不如曹操 那么在这十年间 曹操干了些什么事呢 三件事 一是掠地 二是墓兵 三是吞天 这三件事情呢 都与黄金起义有关系 那么黄金起义的 我们知道 是地地道道的官毕民反了 但是在曹操他们看来呢 却是必须予以剿灭的反贼 在这个天下大乱的时候呢 黄金军趁着帝国的官僚将领 诸侯们争权夺利的时候 发展壮大起来了 于是在公元192年 聚集在青州的黄金军 进入了衍州 衍州 刺死 刺死 刘弹 不听 报信的劝告 结果被黄金军 所杀 这个时候 报信和成功 就请曹操 来代理 延州墓 曹操代理 延州墓以后呢 就跟黄金军 作战 最后 战败了黄金军 黄金军 向曹操投降 这个黄金军呢 是个奇怪的军事组织 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部队 他还有隋军的家属和农民 就当时青州的黄金军 战斗员是30万 隋军家属和农民 加起来一共是100万 而且还带着农具和羹牛 那么曹操 接受了黄金军的投降以后呢 就把当中能打仗的人 把他编成一队 叫做青州兵 代理了延州墓 曹操就有了根据地 收编了青州军 曹操就有了战斗队 但是曹操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么多人 你如何安置 如何养活 这个时候 他的一个重要的谋士 叫做毛戒 就向他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意见 毛戒说呀 今天下分崩 国主迁移 生民废业 积锦流亡 公家无金岁之处 百姓无安国之治 难以持久 金元少 刘表 虽市民重强 皆无金远之律 未有树鸡建本者也 服兵役者胜 首位以才 以奉天子 一定不成 萧根治 戌君之 如此 则霸王之业 可成也 毛戒的这一段话 我认为可以称之为 曹操版的龙宗队 他是从一个很高的角度 对曹操提出了一种战略性的意见 毛戒说现在的国家的局势是什么样的 天下大乱 四分五裂 国本动摇 那这个皇帝被人劫持着走过来走过去 经济崩溃 那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能安居落叶 灾难流行 又是天灾又是人祸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最重要的就是做这样一件事情 第一要把现任皇帝把它安定下来 国本就保住了 然后自己发展自己的实力 毛戒的这个曹操版的龙宗队 实际上讲出了这样两个道理 就是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 你要成就一番事业 也就是他说的王霸之业 必须有两个条件 一是正义 二是实力 而实力当中 首先是经济实力 战争 确实拼的是武力 但是战争武力的比拼的背后 是经济实力的支撑 只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持 你这场战 才能打得久 才能打得赢 所谓兵马未动 两朝先行 所以你必须修根治 续君之 除了这个经济实力的比拼以外 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 还要比拼政治实力 政治实力靠什么呢 靠正义的旗帜 你必须表现自己是师出有名 是堂堂正正的正义之师 至少你必须有一面正义的旗帜 所以毛街的这个建议 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包括三个内容 奉天子 这是政治策略 修根治 就是发展农业生产 这是经济策略 续君之 这是军事策略 这番话说下来以后 曹操非常的高兴 三国治用了四个字 叫做进那企业 马上实行 公元196年 曹操开始屯田 当时因为连连的战争 许多土地都已经没有业主了 也没有人耕种 曹操好吗 无主田木 收归国有 通通收给他自己的政府 所有 然后把这些田地拿出来 一部分交给自己的军队 和黄金军投降的那些士兵去耕种 叫做军屯 还有一部分呢 招募那些失地农民 那些流民 来耕种 叫民屯 耕流和农聚 由政府提供 然后军人和农民 向政府交五层到六层的地租 这个就叫做屯田 屯的意思就是居住方式军事化 耕作方式集体化 也就是说 曹操建设了一个古代的生产建设地方 曹操的军政府 就变成了农场土 这是一个非常高病的政策 也是一笔非常合赚的买卖 第一 土地 是人家丢下来的 耕流和农聚 是从黄金军那里缴获的 曹操没有一点本钱的投入 叫做五本生意 第二点 收五层到六层的地租 这是高利 因为汉代初年定下的地租 是十五分之一 后来收的最少的时候 甚至到了三十分之一 你现在变成了二分之一 暴力 但是对于这士兵的农民来说 现在有饭吃了 总比原来饿肚子好 所以大家也愿意 第三 屯田制度 是居住方式军事化 耕作方式集体化 这就等于建设了一个军民合一的新社会 和一支耕占合一的新军队 这些人平时能干 及时能战 既是兵员 又是凉酷 岂不是一举两得 而且 还解决了一个让人头疼的流民问题 这岂不是一举多得 曹操的屯田制 证明他不愧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 曹操在颁布他的屯田令的时候 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定国之术 在与强兵足实 就是说怎样 才能平定天下呢 第一要强兵 第二要足实 兵不强 足不实 你何以得天下 而其他的那些诸侯 就没有这个战略眼光 后来魏叔 有这么一段话 诸军并起 无终碎之计 鸡则扣略 饱则弃鱼 瓦解流离 无敌自破者 不可申诉 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天下大乱 诸侯并起的时候呢 除了曹操 没有一支军队 有一个长远的打算 鸡则扣略 肚子饿了 就去抢老百姓的 饱则弃鱼 吃饱了以后呢 就把多余的粮食都扔了 最后是什么呢 最后是不攻自破 因为你如果断了粮 你就没有战斗力了 实际上就在曹操的军队 风衣足食的时候 袁绍的军队 在河北吃桑胜 袁树的军队 在江南吃河棒 没有桑胜和河棒吃的 就吃人 我们可以读三国字 可以多处发现 这样的字样 大 灾 人相识 蝗虫起 人相识 人鸡 相识 人吃人啊 那样的军队 怎么可能会有战斗力呢 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和曹操真雄 和这样的人相比 曹操又怎么可能不是英雄 从首唱异兵 到魂田备战 曹操在战斗力 已经有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将 成长为一个 深谋眼淋的政治高手 其他那些和他一起起兵的 那些人 却没有什么长进 和出息 他们或者明哲保身 畏首畏尾 或者醉生梦死 得过且过 或者心怀鬼胎 混水摸鱼 或者争权夺利 自相残杀 那边西北军海的肆虐 这边关东军已经火兵 先是沿州刺史 刘代 杀死了 东郡太守 乔茂 后世 渤海太守 袁绍 干掉了 冀州牧 韩父 那么这个事情 闹完了以后呢 接下来就是袁绍和袁树兄弟两个 开始窝里斗 当时袁绍 在北方 袁树呢 在南方 袁树怎么做呢 袁树联络更北方的公孙战 来钳制 袁绍 袁绍怎么办呢 袁绍就联绍更南方的刘表 来对付袁树 两个兄弟两个都远交进攻 获取消强 不过实在的说起来啊 袁绍和袁树兄弟两个最大的问题 还不是窝里斗 也不是不懂得被战被荒的道理 更重要的是 他们兄弟两个 包括董卓 都在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上 犯了严重的错误 那么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是什么呢 他们是怎样犯错误的 曹操在这个问题上 又怎样表现出自己的远见着实呢 请看下集 一错再错 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邦 一个生意长生的传奇固执 为什么山西人对做生意情有独钟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贤和尊贵的慈禧太后 对晋商能够另眼相待 辉煌五百年的晋商 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巅峰 又是如何最终走向梦落